3月11日,3480代柳州螺蛳粉从广西柳州市德华食品有限公司发出 四五天后将到达新加坡,进入当地民众餐桌 这是柳州螺蛳粉今年的首个外贸订单 受疫情影响,春节以来预包装螺蛳粉市场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国内市场需求持续上升,甚至出现电商平台全网断货的现象 大量网友线上催货 在德华食品公司的社交平台上 还有海外网友留言,恳求照顾海外同胞 最终,企业协调挪出一部分货源,攻击海外市场 真的很犹豫,就是不要说国内的,我们柳州的客户都供不过来 就是说不要说国外了 然后当时他们就发了一条信息,他就说 求求你们照顾一下海外的同胞 就是这句话我觉得,真的那种感触不能怎么说 就是觉得大家都是中国人 就是他们喜欢螺蛳粉,我们真的是非常开心 我就跟领导申请,无论如何,这笔货我都想给他们发出去 针对海外市场的螺蛳粉,除了包装上的差异,配方也有所不同 受法律法规的限制,海外版本的螺蛳粉没有猪大骨熬制的汤料 但口味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目前,柳州各个螺蛳粉企业的生产已经走上正轨 解决米粉等原材料产能瓶颈之后,就能彻底解放产能 在未来,螺蛳粉企业在满足国内市场吃鱼,还会开拓国外市场 满足华侨华人和外国民众的需求,传播美食文化 在这近一个月的时间,就上了巴士热搜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走出国外的一些产品 能够给更多的外国人或者是国外的同胞 认识我们中国,认识我们柳州,然后认识我们柳州 这个螺蛳粉的这个特产 2019年,柳州螺蛳粉市场火爆,年产值超过60亿元 绝大部分为国内销售,从第四季度出口量开始上升 全年出口9批次,13.45万美元 出口国为美国,加拿大等 此次出口新加坡是柳州螺蛳粉首次出口到东南亚国家